有一说一啊 伊朗总统莱希的死有没有阴谋我不知道 但是他这个情况下还敢坐美国飞机的胆子 属实是有点太大了 那这当然不是说美国人对飞机坐了什么手脚啊 主要是伊朗和美国基本断交43年 双方啊没有什么联系 你要是说美国人能在伊朗的总统专机上动点什么手脚 我个人觉得难度不小 我的意思仅仅是这些飞机太老了 伊朗的领导人呢一般都很喜欢乘坐直升机前往外地进行视察 毕竟伊朗国土面积大山地沙漠多 再加上伊朗的基础设施差 除了对场地依赖不强的直升机之外呢 其他的出兴手段都有极大的限制 然而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 伊朗直升机是哪来的呢 首先造是没法造的 直升机是当今世界上最难造的一种飞机 哪怕是中国也是最近几年才感受自己具备了制造直升机的能力 伊朗作为一个半工业化国家造导弹造无人机 已经集中全国之力了 实在是分不出更多的生产力和精力去研究直升机的制造问题了 所以他们使用的直升机都买的 从哪买的呢 美国 莱吉总统这次做的直升机机型呢 是贝尔L12 也是越战时期大名鼎鼎的UHE休伊直升机的改进型 这个直升机呢 是20世纪60年代美伊兰国蜜月期的时候 伊朗从美国采购的 其中7架供应给了伊朗军方 3架作为政府公用机交给了伊朗政府 当时伊朗购买这批直升机的时候 是1979年至今已经有45年的历史 前几年伊朗还能从美国获得零件 对这款直升机进行维护 但是伴随着美伊逆月期的结束 以及伊朗和美国的翻脸这架直升机的后续升级维护工作 你也没有办法依靠美国了 当然作为一款非常皮适且功能性强的直升机 美国对贝尔212还是进行了一系列现代化改造 包括增加体型观测雷达等现代化设备 提升飞机的探测能力 但是这和伊朗有什么关系呢 伊朗的贝尔212直到今天 仍然就只能依靠目视对环境进行检测 飞行员在大物天 天气出问题实在是太正常了 除此之外 由于伊朗一直没有正当渠道 从美国获得贝尔212的维护零件 这些飞机只能通过伊朗自己的方式进行维护 可以发现 伊朗的这几下直升机全都非常老旧 甚至你别说直升机 民航客机也是如此 伊朗的民航客机也极端依赖美国型号 这就导致制裁开始之后 伊朗很难从美国获得零件 伊朗的航空事故非常多 自1979年以来已经有两千名伊朗人在飞行事故丧生了 伊朗有选择吗 其实没太多选择 毕竟伊朗和中国印度达成一系列的合作协议 也不过是最近一段时间的事情 相对于给政府官换公共飞机 伊朗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做 更重要的贸易要谈 俄罗斯的直升机 你要是想做的话 得有一种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的勇气 这玩意儿比伊尔212还危险 所以政府用的飞机能讲究一下 就讲究一下 哪怕是美国的老东西 但是这玩意儿它足够批试 你都用了45年了 这么多年没出问题 怎么能突然一下坏了吧 结果就是这个直升机 最后因为过于老旧 没有得到完好维护 出了一种故障 所以我才说伊朗总统莱西 现在还敢做美国的直升机 实在是一国边 大雨太大了